风飞沙一直是台东人心中的痛 而在每一次的10月份都有东北季风来临 而要怎么样的改善 来听听八河局局长陈龙正怎么说 好我想针对台东地区的风沙防治 那么第八河川级 那么可以说非常的主动积极 那么做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么我们在今年度 把原来29支的这个喷幕 那么把它改成为自动化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河道监控到 那么有风沙的情形 那么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直接的启动 相关的水墓 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年所改进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针对河道申请种植许可西瓜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经过去年的一个试办 那可以说得到一致的肯定 对于防治风沙都有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已经主动的跟水利署做一个联系 那么水利署希望我们能够有整体的配套 那相关的资料我们已经呈报到水利署 那我相信最近整个这个前面性的一个开放给农民来种植西瓜来防治风沙这个方案 那么我想最近也会经过水利署的一个核定 除了这样以外 我们也正式的向行政院提报一个 风沙防治的中长期计划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就是综合性的一个 对风沙的一个整治 那么其中包括水利署的第八河川级 那么包括农委会 那么包括水土保时级等等 那这几个单位大家共同一致性的来整治风沙 期望在政府以及中央单位努力之下 也能够尽速的改善这个问题 记者林茂盛的报导